那你祷告就是紧紧的抓着他 我个人为什么RPG 为什么神会推动整个教会 因为以前只有少数人在祷告 所以我们大多数人的天都是封闭的 我们的家都不祷告 所以我们的家是封闭 为什么我们的儿女悖逆 我们夫妻这么多的困难 我们奴隶知道 你知道吗 地球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不祷告 神不能够彰显在 神的国度不能够降临在我们的教会 不能降临在我们的家庭 不能降临在我们的工厂职场的里面 所以对我来讲 祷告就是为上帝预备道路 有一天我读到施洗约翰说 为神预备道路 我就突然想 耶稣你来了 为什么要人预备道路 你是神来就来吗 为什么还要人预备道路呢 神啊你为什么预备道路 我读圣经我常常问 为什么 显然 虽然我还是不懂 但是显然 耶稣工作要人预备道路 所以弟兄姊妹 所谓牧者 我们教会 我们为什么要推动RBG RBG让每一个人 在最讲 因为你层次拉太高 他做不到 马上就放弃 所以他从来没有经历 一个人经历了神之后 他就会祷告 就像我讲的 我说五分钟就好 但是没有人五分钟的 当他经历神了之后 就越祷告越热气 我们有个姐妹 他们的夫妻是老基督徒 但是丈夫跟太太从来不祷告的 没事 太太就是比较火热 拉丈夫说我们来祷告 他就 现在因为教会推RBG了 他只好勉强说 我们现在都要RBG 来来我们夫妻来 RBG 夫妻RBG 他先生说 勉强了 好 RBG 好 RBG 那就好 RBG 我告诉你 他说祷告之后 他说赚到了 神牧师我太高兴了 我账布 其实账布不是不祷告 其实以前就是有个障碍 觉得祷告很难 或祷告很麻烦 可是男人需不需要祷告 很需要祷告 祷告又非常的迫切 因为他工作压力 没有一个男人没有压力的 没有一个男人 没有工作的业绩的 没有一个人在工作 办公室里面没有冲突的 面对很多 每一个男人都需要祷告 但是奇怪 男人都不跟蔡太祷告 因为觉得很难 或者很困难 可是RBG时候 我告诉你 两夫妻跪下来祷告 你家的天门就开了 你就为主预备道路 来到你的家里面 400那种蒙恩 我常常有一个 我个人蒙恩 有一个很大原因 因为我跟弟兄姊妹讲 我为神开八线道 我说你为神开几线道 我说你不但没有给神开路 还给神裹小脚 你给上帝很难来 上帝说我要来 这样弯来弯去 然后那里一个坑一个洞 难怪 他说你要修平道路 高大高低低的要产平 要主修平 弟兄姊妹 让我们借着祷告 为主预备道路吧 你的教会需要为主预备道路 你个人需要为主预备道路 你的家需要为主预备道路 你的职场需要为主预备道路 我告诉你 神不是不想做 神很想做 可是你要为祂预备道路 你要祷告 为主预备一个属灵的气氛 耶稣不是这样吗 那个人耶鲁的女儿 到那耶稣不用来了 已经死了 耶稣进去以后 那边那吵闹闹 耶稣把他们通通赶出去 耶稣行神机带来 一个属灵的气氛 让我们的家 借着祷告把神带进来 上帝无所不在 但是神在祷告当中 祂彰显祂的同在 让我们每一个人 见到RPG有一个目的 有一个渴望 就是神啊 你不但同在 你要有彰显的同在 神同在跟彰显的同在 那是完全的不一样的 你就必然看见神国的丰盛 你必须看见神国的全能 当然神最大的心意 就是万人不愿一个人 成为万人得救 但是这些东西 你的丰盛带来以后 接着下来 你的教会 你个人就成为 一个有能力的宣教的 你就会有能力进入社会 你就会有能力进入你的家庭 进入你的社区的里面 求主保守带领 让我们进入 为什么我们要不住的祷告 上帝作为在我们的当中 我真的 我让我们一起来 我相信我们个人经历 我们教会经历 我们要看到神的国度 大有能力的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 师父真讲 我们不会高估祷告的力量 弟兄姊妹 怎么样都不会高估祷告 你个人 你的教会 如果一个人可以祷告 那这个人什么事都能做 明白如何在祷告中 跟神一起得胜的人 有天上和地上的一切资源 供应他们随意支配 我感谢主 这是我刚才 跟你们分享的经历 其实就是 师父真早就告诉我们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而我只是 经历 天上地下一切的丰盛灵 所以我要讲 有祷告 跟没有祷告 一定是有不一样 祷告一定会带来改变 祷告一定有惊人的力量 谢谢大家 可以的 谢谢大家